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dra 在这个感恩节的前夕 我就和大家看一下温哥华过去9月份的地产事态是怎样 和分析一下接下来的走势是怎样 我们首先看一下过去9月份的数据是怎样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我第一个很旺很旺的9月 我们的成家总共有3643宗 比起去年同期的9月份是多了56.2% 和上个月怎样去比法呢 上个月就是3047 今个月3643 上升了19.6 即是说我们的销售是非常之好的 好了 我们的销售就这么好 至于放盘数量又怎样呢 我们今年9月的放盘数量 比去年9月少了2.6% 去到我们的供求定律 最简单的供求定律 我们的需求是不断地上升 但是我们的供应是少了 那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就是价钱上升了 我们的基准价呢 我们的基准价呢 今年的9月份和去年的9月份 比较上升了5.8% 和上个月比呢 我们都升了0.3% 即是说一个月呢 我们的基准价升了0.3% 那你会问了 这个情况 是不是所有物业都是这样 是不是所有地区都是这样呢 我们不如再看深入一点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就把它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独立屋 就是独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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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枝独秀的 那apartment 相对地来说 就没那么好卖了 好了 看看基准价钱 基准价钱 独立屋 比去年的9月是升了7.8 apartment 升了4.5 townhouse 5.2 好了 即是说 独立屋的价钱是升得特别多 而apartment 和townhouse都还可以 是升得比较少一点 都是有升度的 好了 那我们再看看 9月份和8月份的比较 独立屋升了1.1 其实很厉害的 一个月就升了1.1 apartment 跌了0.3 townhouse升了0.4 所以就是说 apartment 相对地没有做得那么好 价钱是没有买得那么好 独立屋是最好的 其次 townhouse 接着就是apartment 好了 我们再看 放盘数量 独立屋 很明显 是比去年的 就是说 我们是少了 独立屋的盘 在市场上 apartment 相对地 是多了2成的盘 比去年 至于townhouse 亦比去年少了 你看到数据 你就会知道 其实 独立屋 是少了很多的 放盘数量 但是 你看到apartment 很多人放 市场上很多 选择 如果你是卖着 apartment 你要留意 你一定要一个很好的 价钱 和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 所有东西 才可以 卖得快一点 而townhouse 也是 所以 你可以看到 独立屋 和townhouse 的放盘数量 供应是比较少的 好了 我们看看 由1月份 到9月份 走势是如何 大家都知道 我们要留意的 就是这个 MOI Month of Infantry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需要多少个月 去消化市场上的盘 1月份 5个半月 2月份 4.3个月 3月 3.8个月 4月份 8.5个半月 为什么 因为有疫情 好了 5月都是高的 6月 接着我们开始 reopen 7月 8月 9月 你看回 这些数字 越低的话 代表市场越次热 9月份 刚刚的MOI 就是3.6 就是说 我们只需要3.6个月 就消化了所有市场上的盘 当然 我们也看回 刚才会因应 独立屋 apartment 或者townhouse 不同类型的物业 去看他们的情况 好了 随观来说 我们的存货量 如果是4-6个月 我们叫做平衡市场 如果是小过4个月 我们叫做卖家市场 多过6个月 我们叫做卖家市场 很明显 9月份 是一个卖家市场 但当然 也要看回 哪一类型的物业 因为每一类型的物业 都有自己的MOI 好了 我们看完所有的数据之后 你应该大概都很清楚 现在我们温哥华的地产线路是如何 至于离境的走势是如何 我们也有很多的变数 例如疫情 如果我们再有lock down 可能会回到4月份 5月份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的疫情 都不是那么严重 不需要lock down 这个走势 我相信是会持续下去的 因为始终来说 利息是非常之低的 好了 今天我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需要一份 关于你的物业 订阅新订造的市场报告 欢迎你随时找我 我是Sandra何欣卓 是你的温哥华 地产顾问 明镜需要您的观つ 您的观看 这是哪不是